愛惜要拜訪的王牌設計師呢 我們曾經稱他為 空間的心靈大師 因為還會洞悉屋主的心靈 用心打造符合 每個人的空間需求 想要更進一步了解 設計公司如何運作裝潢的細節嗎 趕快跟著我去拜訪他囉 其實我從事設計這個行業 已經從事了21年 其實本身從16歲的時候 就很喜歡做設計這個行業 我覺得說在每個空間 其實都會有不同的個性 那人其實也是會有不同的個性 那人跟空間之間 他怎麼去結合 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對我而言 其實設計應該是要把空間 跟人結合得非常好 那讓屋主住在這個空間 是感覺到幸福和美滿 其實我每天早上進辦公室 第一件事情會先 9點到10點這個時間 會跟我的同事員工 會先跟他們開個會 不過他設計師 你都不用到我們的就是現場去 就是看一下工人 有沒有認真在打拚嗎 我們的工辦都跟我們都滿久了 那基本上我設計出來的東西 到現場自行 我們相識大概可以把我所要表達的設計 幾乎可以達到90%這樣的一個程度 那每個階段 那我們再看要求 包括我們自己公司的內部的 先前的一些驗收 其實這東西可以把它調整到 幾乎接近100%這樣的一個 設計的一個質感跟評論 那我們公司其實還有一個部分 是我們會在售後服務這些部分 實際上我們公司有 有獨立的一個窗口 之後不管他將來住了多久 實際上我們在每個各個階段 我們都把每個階段的部分 都做得還滿完整的 剛剛我看你們開會 手上都有哪一個白板 上面有住記 你可以幫我解釋一下嗎 其實我們在開會 平常開會禮拜一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有一個白板 那上面它會有 每個工地都會記錄滿詳細 譬如說誰負責 然後包括現場公務誰負責 現場的施工單位 又是誰負責 每一次開會的時候你會很清楚 可以掌握到公司所有的案子之間 然後你怎麼樣去幫客戶服務 其實這樣子的團隊運作 非常有效率耶 不過應該還是有一些裝潢的問題 必須要到施工現場吧 現場會有它不同的一些 一些問題產生出來 那這些東西當然就會 需要到現場 任何問題其實我們在圖面上 所以圖面不是說 只有針對設計的美感 其實你跟屋主所討論到的 每個細節 其實我們都會把它記錄上去 都會寫在上面 對 讓施工的人 完完全全可以了解 我們之前跟屋主 之前所討論到的這些 每個細節 那個湯設計師 這附近有施工現場嗎 因為我沒有去過 好想去喔 我知道 可以啊…有啊 真的嗎 可以啊 可以喔 那我們趕快出發啊 好啊 那我們都知道設計時期 在設計圖上面 就已經花了很多心思了 怎麼還會有時間 來到工地現場呢 其實工地現場 會有不同的一些介面點 需要去了解 像這邊天花板來講 客廳的天花板 它會有一些 跟冷氣之間的出風口 它會擔心說 整個出風口是不是整個冷度 是不是可以完全吹得出來 會不會淋結水 像這些細節 其實一般屋主他不會去了解 這些都是你現場必須去處理 那把整個現場 到施工完畢之前 每個細節都要去把它發關好 所以還是有很多小地方 必須要到我們現場 才可以發現對不對 對 沒錯 在我的設計過程裡頭 其實每個風格都不一樣 有很華麗 很古典的 也有很現代或是很有風格 甚至有一些是 帶有一些慘的意境 那我覺得在 在搭配的過程當中 怎麼去了解屋主 怎麼去了解這個空間 其實實際上是 設計師必須要去 很用心去面對 nein 去了解 然後去試過 變成事物